這個系列是花雕雞麵 54元元價 裡面只有4個 花雕牛肉麵 芽油雞麵 沒有花雕便便宜 然後這個也是54元 香豬肉麵 吃一個快過期的 特價43元 這個名貴的麵 很多次我都好奇想知道 怎樣花雕雞麵飯 這個麵有寫著台酒 其實是台灣製的 這個成分都是那些壞東西 麵粉 精煉中腩油 不用剃下去了 這些都是很壞的 改良用劑 什麼 柳酸 柳酸 耳興臘 吃鹽是比較天然之外 其他的全部是化學劑 應該是四包 因為摸下去就是四包 花雕雞麵 這個實在太貴了 嘩 好隆重 如果你不看成分 你只要看 嘩 給你這麼多東西 都覺得 沒有 沒有儀器 先這個 花雕料理酒 我想這個是精髓 這包東西值五元 我覺得花雕雕 然後這一包是 佐料 這個 嘩 這個裡面是 嘩 還說美美健康 這個裡面我覺得應該是 可能有雞 花雕酒 花雕酒 這個花雕酒 應該是真的 因為味道是很濃的 然後這一包的粉 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少少就可以了 什麼佐料 然後 就是這個 主角料理包 料理包的防腐劑應該是很厲害 因為是液態的 煎麵 煎麵 有雞肉 嘩 好像很可以 是不是 好 我先試一下 什麼味道 這個是預期的 不是有些 爛了 煤了 是不煤的 其實這個麵不鹹的 我想這一包粉 是重點 是放得太少 剛才放了一半的時候 真的挺淡的 這些即席麵 通常是用棕櫚油炸過的 煎完滾水倒進去 然後再煎兩三次 其實真的會 吃少一點的那些油 壞膽固醇 應該相信是會少一點的 都不鹹的 沒有一般公仔麵那種很鹹 因為我下水就是這麼少的 10分滿分 我會給這個花雕雞麵9分 希望你喜歡這個花雕雞麵 試吃影片 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